所有中国人的人民代表大会 每五年一次都是充满了希望 到最后都会变成失望 只是今次没令我们失望 继续给我们希望 那胡锦涛同志今次都没过这一关 一开始都是希望 最后都变成失望 这个叫什么 他是给习近平 片价的一个政治行为 压走嫁走 昨天我去问了一个宋平和锦涛之间 介绍我们认识的好友 我问你怎么看今天事啊 他是被绑架的 不对 他说他是被人骗驾走的 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 骗走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那个姓孔的红主任 还有他的韩秘书 说叫他去隔离休息室 一会儿跟他安排去前面演讲 我拿着你份文件 律战书将份文件抢走 黄沪宁禁住他 韩正想阻止他 这个时候啊 肖讯来了 保镖来了 隔着胡锦涛将份文件给了警卫 习和黄沪宁是有eye contact的 你看下 他将文件给他 习已经下令把他抢走 这个警卫衰到什么程度 你知不知道胡锦涛是多少度的近似 900度的近似 而且有另外一只眼 和这只眼 是差很多的 没有眼镜就变得盲的了 第一招就是拿你的眼镜下来 看不看到 他有眼疾这么多年 胡春华还有胡锦涛 他们都是在西藏出来的 经常大黑招 这些保镖习都知道 我拿你眼镜你就说不到话 连稿都看不到 我叫你读 你都读不到 你见全世界有谁 对一个老人这么残酷吗 就不要说总书记啦 现场的2490个合法代表 3000几个服务人员 全部看着 全人类没有一个讲真话的 只有我们 悲不悲哀 他在西藏虐待了佛 他的眼疾 今天就被共产党利用消灭他 令他不能讲话的工具和手段 你们还想做中国人吗 还想回中国吗 这样的国家你们还想回吗 我觉得人类上真是 塔利班对他自己的人都没那么恨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可怜样 栗战书踩着他的脚 栗战书一直踩着他 在这个之前 胡锦涛是动不了的 然后你看看栗战书 栗战书就拿着文件 我就不给你文件 第一 这里有两份文件 第一条胡锦涛拿到的 包括胡春华等人的 被骗的常委名单 叫骗常委名单 第二 再跟他说我骗你就 这个时候栗战书就拿着脚踩着胡锦涛的脚 就怕他站起来 镇被高呼 在这个之前 胡锦涛去扔习近平的咪三次 他要说话 栗战书就踩着他的脚 习近平用手推他回去 等笑信过来 你要跟我走 我带你去安排 这个时候他还想去唱咪 这个时候文件就被栗战书拿走 胡锦涛这个时候要拿杂的文件是什么 你将你的文件给我 我要跟你说这个名单是什么事 他起了身你见不见到 待会一说我给你上前面演讲 我安排你去前面 这个就叫骗隔